台东县力游泳池限制规划 兴建游泳池及图书馆共构工程 是台东县近年来少见的重大工程 台东县府首创以净图竞赛 公开甄选设计构想图 并于事前公布评选委员名单 获得国内多位优秀建筑团队竞标参与 经两阶段的评选结果出炉 7月16日下午在台东美术馆举办揭幕记者会 展出净图竞赛得奖作品 这个案子从我们开始推动以来 一直到现在都照着我们的既定的进度在走 总金额差不多有5亿 它影响到台东整个县民的生活的层面 也非常非常的广 顺利的话明年我们就会全面的来动工 预计可以在104年来完工 我们要恭喜张苏建筑师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竞争的一个停选的过程当中 脱颖得出未来有机会来跟我们合作 为我们来提供这个最好的服务 图竞馆的部分让新旧馆可以共作在一起 而且连在一起 那新的图竞馆的部分就可以提供旧馆的所谓的建筑藏出以外 更多的在越南推广的服务 张苏建筑师事务所获得第一名 以形塑台东的宪明公共空间为设计主题 希望说经过这次的行动以后 从南京路到文化广场一直到后面的正气路都是通的 所以没有什么正面背面 没有像现在的这个走到哪里 不通了 我希望以后不要有这样的这个状况 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民众使用的这个量 也希望能够提供他使用的这个值 所以我们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把一楼做出很多办户外的像这样的空间 然后旁边就有商店 所以即使图书馆这个休息了 那个广场还是很有活力 你要去上个厕所买杯水都还有地方 所以这个都是台湾的城市生活非常根本的事情 未来兴建的游泳池图书馆提供多样化的都市机能 兼具健康休闲及文化教育的空间功能 预计104年12月完工启用后 将汉电影城以及国际魅力据点等商圈结合 有助于台东城市的升级 并成为台东文化的重要建筑地标 再创台东新亮点 台东新政府报导 2字幕 dipped表明1栏火 睡眠边大余 3字幕弃合